我們是宇建安雄的健康尚養師的 讓我們很容易邀請到 我們的台北市立大學的如中華教授 來幫我們做一下分享 然後就是希望可以帶給各位家長不一樣的感受 那就借各位的手來歡迎我們教授三課 好 各位先進 大家午安 我曾經也是台北市的家長 現在不是 因為小孩不大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北市在去年 去年做了一套教授 那這個教授其實各位 你的小孩子應該都有這個 你要怎麼去取得它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資訊的一些素養 我相信對各位來講也是蠻重要的 因為各位手上都有手機對不對 手機現在已經變成日常生活不可或許的一個工具 但是你在用手機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有一些安全性的問題 如果有的話 可能待會我 我會把一些可以分享的分享給大家 因為時間真的很短 所以我急著開始 因為這個 平常主機外面講 這個要講三個小時 那現在只有一個小時 所以時間很有限 那我把比較重要的東西跟大家跟大家講 好 首先那個 談四個主題 其實不是 不是四個主題應該說三個主題 那三個主題第一個就是 怎麼樣去在網路上面我們怎麼去存活 因為那個現在你不用網路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為你有手機就可以有3G上網 現在當然不是機 在這麼方便的情況之下 你使用的時候在網路上面 這個環境到底是什麼樣的環境 你可能需要知道一下 再來就是不到的資訊跟相關的一些法律問題 那當然各位都素養都很好 所以其實它裡面有很多法律的常識 那我今天不談法律有常識 因為如果今天談法律有常識的話 給單單會稅長 再來就是另外一個儀素就是 詳細的談法律能談不過那些律師 所以如果你正在碰到狀況的時候 你應該是找專業的律師來諮詢 那得到的資訊會比較正確 所以我們只是給各位很簡單的帶過去 那但是有一些案例也都不可為不分享 再來就是網路交易 這個是極克政兆 首先這個教材在這兒 這是網址 你其實只要記得網址就好了 當然網址背負起來沒關係 就要打資訊數量有問題的教材就可以了 這是去年推出來的 去年二月封開 我們又辦計程會 這個教材在哪裡 你就要看最上面就好了 因為你看到一二三版就知道 一版是舊的 二版是比一版 從新一節點 但是現在也沒有在用的 那現在最好用的應該是300 那300 三版的教材其實有國小有國中有高中值的 所以我相信各位應該 不管你的小孩在哪一個年段 其實他都有用到 他都有用到 那如果沒有用到的話 我相信各位都可以自己上去找下來給他們看 給他們看的好處是 就是有些社會單心你的小孩子 會不會網路上面上網 他們碰到一些各式各樣的狀況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老師還沒教你們 然後自己看 因為上面的教材都是在網路上面 而且這個教材不用錢 教育局編了 我們在這個公教網站上面都看得到 那各學程的話 他們會在學校的官方網站裡面也會擺 比如說小學在學校的網站裡面 他會擺小學版的教材 那因為各位的話其實可以看高中 我建議你 因為你們是 算是已經是社會人士了 你可以看的話 最難的那一版是高中版 高中版裡面講得很深 真的很深 有很多新的概念 其實我今天講的所有內容 大致上都是從高中版裡面出來的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高中版的 那你要給你的小孩子看 就是看國中或者是國小 這兩個版本 那你只要打那個Google去搜尋 搜尋的時候 你要打資訊素養與文理 這樣就夠了 集訊素養與文理 那就搜出來的話 就會看到這個教材 這個只在教育群的官網上面會有 那現在看的人蠻多的 我那一天去搜尋的時候 已經有西班多人看過了 西班多人已經看過了 其實只是官方網站而已 各個學校還不爽 因為各個學校 那個瀏覽記事 屬於在他們網站裡面 所以可以參考一下 好 這個是法律的架構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第二個部分 我不太想講它太多 因為這個法律有這麼多 跟各位有歡樂 電腦犯罪有一些法律 那這個當然 這是電信局才來去看的 那當然你如果受到心態的時候 你要依哪一條法規去辦它 也不是你看的 那是檢察官你起訴的 但是我們大概知道一下 那網路隱私保護相關的法律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公民交易跟消費者保護 就是萬一我們在網路上面 有做任何的買賣 那譬如說你的小孩子 去網路上買東西 你要不要認證 這就介紹到法律問題對不對 你會說我的小孩過小 他還會成年人 他應該經過很經過人 同意才可以啊 但是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 那你在網路上的交易 那因為他沒辦法辨認 他到底是不是滿20歲 就算他沒滿20歲 你也可以幫他升級的帳號 不是嗎 所以照理說 你的監護人 必須付連帶保護者 所以他上面的交易 事實上是有效的 你不能主張說 因為他會成年 所以他的交易是無效的 在保護上不是這麼看 在保護上不是這麼看 就是你的監護人 必須付連帶個人 所以有些時候要小心一下 再來就是電子商務 有些相關的保護 當然我們這個還好 那這問題 最近各位同志家長 大概在開學以後 這段時間你會收到 學校有一封 有一封信給你 就是有一封文件給你 就是說你要不要簽署 那個單一簽入的帳號申請 你問一下 應該有吧 你先知道沒 國中高中大致上都會簽 國小有很多家長不簽 那事實上要不要簽 我跟各位提一個概念就是 簽跟不簽差在哪裡 你要從這個點去評估 就是簽了之後 他對我個人會有什麼數字 或者對我的小孩子會有什麼數字 那如果我不簽的時候 假設他有一些衍生後續的一些服務 我就沒辦法顯得那麼大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對你的個人或是對你的小孩子 會不會有所損失 那你要去全合一下 那你不要說老師我簽了之後 那是我的個資全部都放在上面 然後這樣子我們個資會不會卸流出去 老師各位絕對不是 補習班會有你們電話 絕對不是因為老師這邊卸流出去 因為老師都是 也算辦的公務人員 他那個辦王還是要布 他不敢這樣就 那個少數人我們意外我們不看好不好 因為總有一些特殊特異分子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你就要看 台北市現在推單一千錄 其實台北市是全國最晚的 全國最晚的 全國所有的現實 他們都在推單一千錄 已經做完了 台北市就一直做不起來 做不起來的原因有很多 我們就不去看他的原因了 但是因為台北市做事 有個特色就是 我們是首善之虛 所以我們做事做得比較紮實的 比較紮實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做的單一千錄是完真的 不是完假的 因為有錄影我不能講說其他現實是完假的 但是我不能說它是完真的 這樣壓解意思 那台北市是完真的 完真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小孩子以後 只要他有單一千錄的話 他在你的家裡面 他可以簽到 台北市的路口網裡面去 不是台北市的路口網 台北市現在有一個鮪魚叫庫克魚 那如果底庫克魚的話 它裡頭會有所有的 像客市長最近不是在編那個線上教材 他預計編4線4線5線的教材 從今年開始路口網上線 那如果你的小孩子需要說 額外的自主覺醒 那你就是要這個單一千錄的帳號 產生聚取 否則你是進不去了 這樣了解嗎 那你路不先 那你沒有這個帳號 好 就進去了 所以這個就是要去全穩他的那個得失 那你說老師 那他會不會把我的個人資料外線 沒有人改 因為個人資料外線 他比你還擔心 那如果是民間企業 我不敢跳 但是共產企業 因為他會有受到一些約束在哪邊 所以他必須小心 那我們都會留意到資料不能外線 那其實他會沒有要領什麼個人特別的資料 也沒有啊 他只是你小孩子在學校的那個什麼 系統裡面的資料 那你的消費系統裡面有沒有資料 有啊 依照學習法能夠收的資料 那個其實在課制法裡面規定是 那個是可以合法的 你總不能連通電話都不給他 然後有問題的時候 叫誰打給誰 這樣同意是吧 有些時候做事不能夠太過由不及 我們是需要被把握的 我們的學生也需要被把握 但是我們在做事情的時候 就是要稍微自己來打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這位代理人相關的法理 其中有一個就是 像柱特捲 個資法裡面有 這裡有個資法 個資法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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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的話很廣 很廣 那既然有個資法在保護 所以各位都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知道 我們的資料外洩或是怎麼樣 因為外洩 誰幫你負責外洩的 那個人 他就負法力責任 法力責任就有求償的問題 所以其實大家都沒有很謹慎 台北市為什麼一直廢 沒辦法 可能都完全推 就是已經大家那個 對個資法這一塊 台北市其實 校長的意識都滿高的 大概也知道這一塊 所以我們不敢罵你 對不對 現在是水槽曲神 可以做 大概可以去思考看看 應該 我想大概都簽完了 大概都陸續續這段時間 因為國中跟高中更早 國中跟國中 因為他配合消息 好 再來 我們現在的網路時代 其實上已經到了3.0的時代 第三代 其實1.0 2.0 3.0意義不大 我們就想說 使用行為上的改變 我們早期是 我們要到網站上面去看資料 網站上面做任何變分 他不會到這裡 你必須自己上去看 你才知道他有改變 對不對 早期我們網路行為是這樣子 2.0的時候不是這樣子 2.0變成你只要是他的位子 你有跟他定業一些東西 他有改變的時候 他自己會告訴我 這個我們通常是公佩過 三年年的時代 他在更近一步 更近一步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都聯署的帳號 我相信你也有聯署的群組 不是嗎 台北市向長協會 要有聯署群組嗎 對 很吵對不對 因為一個人叮咚 所有人都叮咚 在聯署上面 有些東西在傳的時候 就要很小心 為什麼要小心 以前空國講白話 除非現場錄影出生 要不然舉證很困難了吧 台灣的法律有情況 有跟 好啦好啦 因為有錄影師在小型的講話 關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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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掉好了 你可以暢所欲言 不是啦 因為這不曉得的話 錄影跟目的是像這些東西 他一定要錄還是怎麼樣 我不要被人家的那個 沒有已經關掉了 關掉好了 大家好 各位